我在未婚妻的抽屉里发现厚厚一答道歉信 每一封都是写给她白月光的 几乎每跟我待在一起一分钟 她都要为此忏悔五十字 怪不得她总是夜不归宿 怪不得她吃饭总是不和我一桌 就连是婚服都是我一个人来 这么不愿意和我待在一起 那还结什么婚 我脱下婚服 悄无声息地离开她的世界 没多久我也开始收到了她的道歉信 一封又一封 只不过这次是劝我回去 发现未婚妻柳如烟抽屉里的道歉信时 她正好给我打了电话 要我一个人去试婚服 那你的婚纱怎么办 下次我陪你去试 你别管了 会有人陪我试的 不过几秒她就挂了电话 我打开那些柳如烟写的信 一眼看去全是满满的对不起 这里的每一封都是写给她的白月光的 几乎每跟我待一分钟 她都要为此忏悔五十字 这么不愿意和我待在一起 那还结什么婚 试婚服的时候 我看着镜子里死气沉沉的自己 一点也想不起当初和柳如烟 才在一起的意气风法 手机信息里突然闪出一条彩信 照片上赫然是穿着婚纱的柳如烟和陈玉光 两个人在草坪上微笑接吻 仿佛他们看起来才更像是一对要结婚的逼人 我把照片发给柳如烟 她过了好久好久才会问 你哪来的照片 这是我跟玉光早就拍好的婚纱照 你也知道她身体不好 我哄她开心呢 一会晚上我要带她到家里来一趟 你准备一下 准备什么 准备给她让位吗 我脱下婚服回到家傻傻地坐着 房间里空荡的有些吓人 柳如烟抱着喝醉的陈玉光到家的时候 我还在对着墙壁发呆 怎么没给玉光热牛奶 我为什么要给她热牛奶 柳如烟气得眼睛发红 直接踢了我一脚 你不知道玉光有失眠症吗 上次来我都跟你说了 玉光睡前必须要喝牛奶 你的记性都为了狗了呀 骂完我她又急匆匆地去煮牛奶 失眠症 这两年来她天天晚上不回家 孤枕难眠的明明是我 我苦笑了一声 上次你说她是你的弟弟 这次呢 让你出去住吧 免得她看见你了心情不好 柳如烟手忙脚乱地煮着牛奶 认真程度比向我求婚那天还仔细 和我在一起的青年 这还是她第一次进厨房 她食指不沾阳春水 哪次不是我做好了饭端到她面前吃 可是每次只会被她嫌弃地推倒一边 我面无表情看着柳如烟 她却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哪里不对 我出去了可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你滚啊 别搞得好像谁没了你就活不下去一样 莫言川 我们还没结婚呢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烦 再打扰我和玉光 你就别想再跟我结婚了 她一把推开我 到卧室给陈玉光喂牛奶 所有的深情都给了床上那个人 隔着门缝 床上的陈玉光睁开眼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吻上柳如烟 宝宝 不要离开我 你不准和别人在一起 你是我的 好好好 我是你的 别怕 柳如烟下意识地伸出手护住她的头 与刚刚斥责我的面容判若两人 我要放弃心中最后一丝奢望了 这样的家我还能要吗 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凑合了一宿 一夜无眠 早上时间一到我就去医院申请办了离职 我再考虑换一种活法 同事知道后纷纷提议要给我办欢送会 到达吃饭地点我也没想到会碰见柳如烟 她被陈玉光揽在怀里 笑得浑身打颤 而她身边的朋友 全是我们婚礼米妖的嘉宾 同事见我望着别的包房发呆 顺着看过去 男人好像你老婆 我没有老婆 我不打算结婚了 同事看我一脸失忆猜到了什么 但我没想到有一个小故事同事冲进了那包房 她挺身而出 指责着柳如烟都快结婚了 为什么还跟别的男人暧昧 我慢慢走进那个包房 所有人看见我都很亚裔 目光中还夹杂着一些奚落 你谁 我和莫言川结不结婚 和别的男人爱不暧昧关你什么事 莫言川 你就这么指使你的同事指责我 谈话间柳如烟和陈玉光 食指向扣的手从始至终没有松开过 她说的不对吗 你和她在婚礼前暧昧 是想跟她结婚吗 我指着陈玉光 眼里酸楚 谁允许你这样指着玉光 莫言川 你怎么连一点男人的风度都没有 今天这么多人一起吃饭 又不是只有我和玉光 你发哪门子神经 陈玉光躲在柳如烟背后看了我一眼 如烟不生气 他骂我我也不会理他的 我想吃荔枝 你给我包好不好 那你答应我只准吃三个 上次多吃了几个都上火的流鼻血了 柳如烟瞬间变脸笑着 揪了一下陈玉光的鼻子 只见下一秒就伸向桌上的荔枝 陈玉光挺直了腰地给了我一颗 哥要尝尝吗 如烟亲手包的你还没吃过吧 莫言川你看玉光多大方 再看看你 你今天是丢人现眼来的 玉光你别管他 那是我给你包的 我看着那颗荔枝陷进了回忆 柳如烟亲手包的糖果 我曾经吃过一颗的 那次为了帮他送文件 我早饭都没吃低血糖昏倒在他的办公室 就是那天他给了我一颗糖 而那颗快融化的糖却让我填了好几天 眼前陈玉光的脸笑盈盈 我推开他手里的荔枝准备走 可他却好像故意没拿住那颗荔枝 让他滚到了地上 柳如烟脸色大变 一把把手中的杯子摔碎到了我的脚跟前 捡起来 我的同事没想到场面会变成这样 一个个面容难堪 我拉着他们想走 柳如烟却挡在我面前不肯 莫言川 别给脸不要脸 在这么多朋友面前笑我面子 你想死 我扫尸一圈他口中的朋友 眼中除了蔑视就是看笑话的 我不想捡 你必须捡 始作俑者陈玉光揽着柳如烟 好整以侠的等我弯腰低头 我心里受不出来的苦涩 走到那颗荔枝跟前 和柳如烟对视一眼后 我毅然居然抬起脚 狠狠碾碎了那颗荔枝 汁水蹦见 柳如烟忍无可忍 上前扇了我一巴掌 莫言川 你真不是个东西 一场肝大又丢脸的欢送会结束后 我就迅速回家收了东西 偌大的房子好像也没什么东西 值得留恋 一个行李箱收完 像用掉了全身力气 躺在沙发上快睡着的时候 柳如烟叫我去酒店接她 你在酒店和陈玉光 我们什么也没做 玉光脚崴了 你给我顺便带点药来 你可以自己叫外卖 莫言川 我现在让你帮我做点事 你就这么不耐烦吗 你就算不想给玉光买药 那你得把我接回去吧 太晚了我喝了酒 自己一个人回去 你就不怕我出事 我没办法 只好先去接她 没分手前 这是我的义务 到了酒店大堂 我刚想叫她下来 就看见柳如烟和陈玉光 我喝多了头好痛 我们回去吧 陈玉光看着我 意犹未尽地舔了下嘴唇 像是示威 我无视她 推探柳如烟靠着我的脑袋 然后拉着她的包带她回家 一路无言 直到她到家踢掉高跟鞋 看见了我放在门口的行李箱 你要走 去哪里 去一个没有你的地方 柳如烟被逗笑了 别开玩笑了 你不想跟我结婚了 你真舍得走 我无言看她 行了行了 知道你这两天对我有怨言 明天我去跟你拍婚纱照总行了吧 别说我没想着你 本来应该拍的婚纱照 被她说得像是施舍 但真到了拍婚纱照的时候 我还是去了 我想跟她说清楚我的想法 她挽着我迅速拍完了婚纱照 像完成任务一样敷衍 紧接着她又带我去见她的姐姐 原来她的目的在这 她爸妈都不在了 亲人就只有一个姐姐 她向来最怕姐姐生气 但姐姐又希望 她顺顺利利地嫁人生子 不允许一点意外存在 怪不得她今天大发慈悲同意 和我一起拍婚纱照 原来就是为了演给她姐看的 见到我姐应该知道怎么说吧 柳如烟提醒我不能在她姐姐这提陈玉光 但等到她姐姐一出现 我就提到了陈玉光的存在 对不起姐姐 我不准备跟柳如烟结婚了 她有了更喜欢的人 柳如烟甩开跟我牵在一起的手一脸怒气 你在说什么胡话莫言川 柳如烟姐姐面容变得严肃 柳如烟怎么回事 你还有别的喜欢的人 只不过是我的朋友 言川向来喜欢大惊小怪 别听她胡说 能接吻的朋友 睡在一张床上的朋友 我质疑柳如烟 莫言川 你吃醋也有个限度 你别忘了我们今天才去拍个婚纱照 柳如烟咬牙切齿 可她说谎向来瞒不过她姐 没过多久陈玉光就被请来了现场 陈玉光躲在柳如烟背后行为有些猥琐 柳如烟姐姐十分看不上 就这样小家子气得货色你也喜欢 你忘了当初到我面前来 求着闹着要和言川结婚是什么样子了吗 你真的喜欢这个小子 她看着陈玉光 柳如烟却一脸不愤 但没敢反驳什么 当时陈玉光听了这话脸色刷白 红着眼眶想牵柳如烟的手 柳如烟姐姐瞪了她一眼 别的我不管 但婚礼必须如期举行 她走了 柳如烟终于不用顾及我的感受 拉着陈玉光一通安慰 别听我姐的 你一点不小家子气 莫言川才是 为了逗陈玉光开心 柳如烟一通拼命的拉踩让我羞愤不已 转过头来又想起来骂我 亏我今天还专门跟你拍婚纱照 莫言川你故意整我是不是 在我姐面前卖惨 以为这样就能赶走玉光了吗 你怎么这么见 我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我还没来得及反驳 陈玉光一听见柳如烟跟我拍了婚纱照 就受不了了 甩开柳如烟的手转身离开 柳如烟用手点点我 你最好回家就给我跪着认错 要是玉光有什么三长两短 这婚你就一个人结巴 我一把拉住她没让她走 柳如烟 我们分手吧 柳如烟果然愣住了 可下一秒她就反应过来 就为了不让我去找玉光 你连这种话也舍得说了 好啊 分手就分手 看你这样的货色还有谁能看得上 另外 既然要分手就把情侣对戒还给我吧 我一愣 然后缓慢拔下戒指给她 柳如烟接过后把戒指随手丢在了草丛 然后头回也不回地追上陈玉光 我不明白 明明那个对戒她从来没带过 为什么还要丢掉我的 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估计是为了讨白月光欢欣吧 不知道柳如烟说了什么 不过几十秒就又和陈玉光如交似器了 回家的路上柳如烟发了朋友圈 照片上是两只戴着婚戒的首十只紧扣 那枚南戒和我刚刚被丢弃的银戒指很不一样 看着就昂贵许多 原来她不是不喜欢戴戒指 而是不喜欢和我戴 朋友圈的文案是有她就够了 下面的评论大家都以为南戒主人是我 全在祝福 陈玉光也给我发短信了 她说你出局了 婚礼的新郎只会是我 无所谓了 是谁都好 反正我都决定要走了 办好签证后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 我回到那个房子 看到卧室有光 柳如烟今天晚上竟然回来了 我推开门看到柳如烟窝在陈玉光怀里念着她写的道歉信 我昨天不应该去和莫言川拍婚纱照 我对不起玉光宝宝 因为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以后坚决不会再跟别的男人拍婚纱照 昨天就应该在姐姐面前好好拥护玉光宝宝 跟其他男人待的每一分每一秒保证都不是我自愿的 因为玉光宝宝才是最爱我的人 对不起宝宝 我关上门 心里有些麻木 我决定临走之前要把这些信给烧了 我做不到改变柳如烟的心意 但这些令我难堪的信件我要全部毁掉 趁着白天没人在家 我打开柳如烟的抽屉 不过几天 信封又多了厚厚一打 大抵是因为最近我和柳如烟频繁见面 陈玉光受刺激了吧 我蹲在阳台暗下打火机一封一封烧掉这些信 没少一封我就感觉心中的畅快多一分 甚至连柳如烟和陈玉光进来了都没发现 柳如烟一脚踹翻火盆 火蛇差点缠上了我的裤脚 莫延川 你怎么敢烧我东西的 却是我的房子 连陈玉光都急红了眼一拳锤到我的脸颊上 你凭什么动柳如烟写给我的信 你就那么嫉妒 我嫉妒 我是恶心 这栋房子我已经卖给了别人 三天之内你们趁早搬走吧 捂着被打伤的脸颊我拉着行李箱就要走 莫延川 你来真的 这可是我们的婚房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你们的婚房呢 婚礼已经取消了 我已经通知了婚庆公司柳如烟 希望再也不见 别开玩笑了莫延川 你放得下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 别在这吓唬我 狼来了的故事听多了就不管用了 我没回头 一直走 身后的柳如烟追上来喊了好几句 莫延川 你要是走了 以后哭着喊着求着都别指望我回来 你听见没有 我停住脚步回头看他 他以为我后悔了立即又得意起来 哟 这就后悔了 不然你跪着跟我和玉光道个歉 这样这个家我还能留你一个位置 我是想叫你走之前 记得把钥匙留在屋里 不然新主人会告你强强民屋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笑了 不屑一顾地转身 跟陈玉光轻轻热热地挽在一起 大概从始至终 他都不会相信我愿意离开他 而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他 我准备去英国完成我的梦想 在机场候机的时候 柳如烟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挂了一个他又气而不舍地打过来 有一瞬间我几乎以为是他醒悟了 他从来没有这么主动地跟我打过电话 难道他终于发现了他离不开 我想请我回去吗 我深呼吸一口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我从来没见过柳如烟那么着急的样子 墨延川 你怎么才接电话 玉光突然发烧了 我该怎么办 你赶紧回来看看了 你在医院吧 叫个救护车来也行 我这提起来的一口气瞬间卡在了我的嗓子里 真亏他还记得我是个医生 他是发烧又不是死了 而且我早就从医院辞职了 墨延川你会不会说话 我告诉你 要是今天玉光有什么麻烦我跟你没完 电话那头还一息听得见陈玉光可怜兮兮的卖惨 如烟 我早就说了他见不得我好 为什么你要和他结婚 难道你最爱的人不是我吗 乖乖你放心 墨延川这辈子都比不上你在我心里的地位 我马上就把他叫回来带你去医院 柳如烟轻柔的安慰完陈玉光 又立即用命令的语气要求我 墨延川 我不管你辞没辞职 立刻开车回来接我们去医院 别让我对你彻底失望 你听见没 我笑了一下 直接挂断了电话 登机前我准备关掉手机 可电话那头的柳如烟又开始疯狂跳脚 你敢挂我电话 墨延川你还想不想和我结婚 你今天要是赶不来我们就真懒了 墨延川你别后悔 又过了大概十分钟 墨延川我们分手 飞机起飞前我犹豫再三回了一条 好那就祝你和他百年好和 永结同心吧 我关上手机飞上了万里高空 其实很多年前 我是一名意气风发的赛车手 因为遇见了柳如烟 我才会回国选择成为一名医生陪在他身边 那个时候的柳如烟很瘦 因为家里爸妈虐待身体很不好 是我一点点把他照顾成如今明媚动人的模样 他忘了曾经古瘦如柴的自己 而我几乎也快忘了曾经我的梦想 是成为世界上最棒的华人赛车手 还好一切都还来得及 30岁是一个棋手黄金年龄的开始 投入训练还没几天 我就单方面收到了好多陈玉光发来秀恩爱的信息 他时不时就会给我 直播一下他和柳如烟的甜蜜日常 我近乎自虐的每次都看 柳如烟给我做的中饭 连鸡蛋都是爱心型的哀哀 爱心型的鸡蛋是我的法子 我以为柳如烟没在乎过呢 原来他还记得 只不过用在了别人身上 柳如烟选的情侣对杯 专门找人定制的 我在超市买的情侣对杯他嫌丑 一次没用过 柳如烟恢复了婚礼日期 莫言川 你要来参加我和柳如烟的婚礼吗 看到最后一条的时候 我已经麻木的心如止水 基本上免疫了 原来这就是脱敏疗法 真有用 比赛的前一天 柳如烟给我打电话 莫言川 你竟然出国了 你不跟我结婚了 我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柳如烟 麻烦你不要再联系我了 言川 我没想到你真这么生气 玉光他只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的婚礼还是如期举行的呀 我从来没有说过不想和你结婚 你要是想结婚可以跟那位姐 可情检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 难道你不再爱我了吗 言川你别再说气话了 下个月16号 我会在金色大厅等你 不等我说话 柳如烟就率先挂了 他凭什么能那么理智气壮 或许是我以前的爱太多 给了他太多底气 可是我现在对他的爱已经消磨没了 我拉黑了柳如烟和国内 与他有关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一连十几天都过得清净无比 赛车比赛出赛我状态 齐家勇夺第一 决赛的时候我更是运气超神 一举夺下比赛冠军 神清气爽的被俱乐部拉去庆功的时候 我竟然在大厅外面看见了柳如烟 我怀疑自己眼花了 他怎么会在英国 跟七年前一样帅气 俱乐部的朋友问我这女生 是不是我的女朋友 我坚定的说了不是 柳如烟的表情变得很难看 过两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 我来带你回家 如果没记错我们已经分手了 难道你要眼睁睁的 看着我一个人完成婚礼吗 严川你不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我之前是有点过分 我不应该冲动的和你分手 但是你每次无理取闹 我都忍了不是吗 就这一次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我刚想反驳柳如烟的电话 就想了起来 他接起电话有些不耐烦 就煮个牛奶你自己来不行吗 发烧去医院了 我又不是医生 对面陈玉光哭闹的声音 我离这么远我都听得到 但我没想到柳如烟的态度 变了这么多 催催催 我难道不想早点回去吗 别再给我打电话 柳如烟挂了电话 不好意思的看我 你看我根本不爱陈玉光 每次都只是在安抚他而已 我冷笑看着他 那又怎样 你们安抚到床上都和我没关系 我一把把他塞到我手里的花 塞进垃圾桶 我对花粉过敏 别再来找我 我这不欢迎你 说完我就准备进屋喝庆功酒 但柳如烟像打了鸡血一样 一口气替我挡了十杯 你在吃醋我和陈玉光太亲密了 那都是为了哄他玩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性格比较胆小 之前是他喝多了才闻我的 我也没回应他 不回应但也没拒绝不是 柳如烟 别把自己扎的原因当作理所当然 真的很恶心 他的语气从来没有那么软 搭了着眉毛 严川 你就跟我回去吧 你要是实在介意玉光 我就让他离开好不好 等我们结婚了 谁也不能抢走你的位置 旁边听不懂中国话的老外们见状起哄 让我们亲一个 柳如烟眼睛一亮就要抱着我亲过来 我一想到这张嘴是跟别的男人舌吻过的 我差点没忍住吐出来 我一把推开柳如烟离开了俱乐部 我被他愣是搞得没有了一丝夺冠的喜悦 晦气地回了我定居的地方 深夜 有人捶我门 一听就是柳如烟的声音 他搭着舌头在外面喊我 严川 我喝多了好难受 你能不能让我进去 外面好冷好黑 我害怕 严川 我一听就知道他没醉装醉 柳如烟酒量很好 他根本就喝不醉 这招很多年前他也用过 那个时候我只觉得他可爱 可现在不爱了我反而觉得他可恨 曾几何时 我也这样一直在门外等待 可是那时他的门里只有陈玉光 整整一夜我都没有开门 但已经有邻居怨声载道了 我没办法只好把门外的柳如烟拉进来 一晚上没休息好 他的脸色看起来难看至极 严川 你该消气了吧 我在外面动了一夜都要发烧了 那关我什么事 柳如烟 能不能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严川 我真的离不开你 不是说人要失去了才会珍惜吗 你走了之后我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你总是细致周全地照顾我 对我有无限的内心 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我醒悟了 我想和你结婚 你就跟我回去吧 我听见他手机不停的消息提醒 那是专属于陈玉光的手机铃声 我不想再跟他废话 把他推出门外考虑搬家 不能让他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 我还要继续参加下一个比赛呢 最后我跟俱乐部协商搬进了集体宿舍 这里大家一起吃一起住 柳如烟肯定不会在这么多人面前设下面子求我的 毕竟他那么好面子 但我想错了 接下来的每一天他都会跑来俱乐部给我送信 一封又一封 多么令人眼熟的道歉信了 现在又轮到我了 十几天三十几封信 我一封都没拆开过 柳如烟在俱乐部拦着我 局促地看我 当初你烧了我给玉光的信 现在我只给你写 好不好 严川 还有两天就是婚礼了 你不会真的让我一个人在大家面前难堪吗 我无视他走开 骑上摩托车就准备走 谁知道突然窜出来两个飞车挡一把扯过我的包就跑 我整个人被拽翻滚了两个跟头 严川 严川你没事吧 柳如烟着急忙慌跑到我跟前 连忙准备打急救电话 我拍掉他的手机 一瘸一拐地准备骑车回家 柳如烟从背后一把抱住我 够了 只是几十封信 你别追了 我再给你写好不好 我就知道你在乎 我笑得扯到伤口疼得撕了一下 你以为我是要追上他们拿回你写的道歉信 柳如烟 你永远都是这么狂妄自大有恃无恐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和你分手之后还会在乎你 那些道歉信在我这一文不值 别再嘴硬了严川 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看国外多危险 跟我回去吧 以后我一定做一个合格的老婆 我刚想回他国外再危险也比没有他好 可是突然我却觉得天旋地转 直接昏了过去 晕过去的前一秒 柳如烟大惊失色的表情还留在我的视野 柳如烟被过身小声接了电话 电话那头毫无疑问是陈玉光 我明天就回带着严川回去结婚 你给我安分点 婚礼一开始名字就是他换成你算怎么回事 好了好了别闹了 乖回去罚我给你写检讨好不好 之前烧的全都不及你 一风不少 等把莫严川吻下来婚礼结束之后 我就带着你去旅游 安慰好那头柳如烟才转过身来 他看着我清醒无比的眼神吓了一跳 你醒了呀严川 有没有哪不舒服 有啊 看见你就不舒服算不算 柳如烟敢怒不敢言 为了让大家不看笑话 这场婚礼他就非要我出席 可他的朋友又不是不知道陈玉光的存在 这婚礼是为了羞辱我吗 严川 好歹我救了你 你能不能不要说话那么难听 我们在一起七年 就算没有爱情也该有情分吧 你就不能看着这情分的面子上跟我回去吗 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 姐姐也想看我婚姻美满了 说着竟然还挤出了几滴眼泪 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 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哭过 看到他今天这副抽烟的样子 我却有几分厌恶 很多年他也为我哭过 与今天感受截然不同 我不爱你了柳如烟 到底还要我说几遍 至于我们之前的情分 也早就被这几年的折磨磨尽了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死都不想再看见你 即便我死在你面前 柳如烟被激怒了 他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拿着消水果的刀横在手腕上 我吃笑 要我滚的是你 要我回去的也是你 自作念不可活听说过吗 你舍不得死的 陈玉光还在国内呢 柳如烟闻炎闭上眼睛狠狠滑了一道 鲜血从他的手腕流出 他就这样直勾勾的盯着我 仿佛只要我不松口 他就等死 我好准一霞的看着他 想看看他为了和我结婚 会坚持到哪一步 没一会他就脸色惨白 开始六神无主 怕死的眼泪流满了全脸 严川 你是真的想让我死吗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感觉轻微脑震荡的症状已经消失 掀开被子自顾自的去办理了出院 身后柳如烟疯狂叫医生的尖叫 穿破了整个走廊 柳如烟终于走了 婚礼日期已到 他的挣扎全部付诸东流 我的世界又恢复了平静 接下来我去往世界各地参加比赛 奖金拿到手软 我用这些钱捐助一个慈善机构 那里全是可怜的小孩 我没事就会去那看看 特别解压 回到英国之前定居的家的时候 我在信箱里看到几乎快一出来的信件 竟然还是柳如烟寄过来的 他还在写道歉信 我有些惊讶 毫无芥蒂地取出那些信丢进垃圾桶 可能他猜到了我不会看信 所以除了信封还有几张明信片 明信片上贴的是我们曾经唯一一张合照 上面写着 严川 我还是舍不得放弃你 我发现我还是跟七年前一样喜欢你 没有你的日子我好不习惯 我想喝你亲手做的手末咖啡了 你回来好不好 我站在咖啡机前百无聊赖的看着 觉得无聊 明信片被我通通丢进垃圾桶 听我国内的朋友说 直到最后陈玉光也没能顺利跟柳如烟结婚 反而两人被对方互相拖累 柳如烟被搞得焦头烂额 工作丢了 住的地方也没了 他每天跟陈玉光窝聚在一个异居室里 我把这个八卦当个笑话听了毫不care 朋友听我不在意的谈笑风声 也认为我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在又拿过许多个赛车奖项之后 我有些累了 我在思考也许是时候去七星环游世界了 梦想已经实现 接下来就该好好享受生活了 毕竟儿力之年刚过 我的美好人生正阳翻前